花蓮首作及文化、藝術和教育與一生的在地美食推廣中心 因為疫情的影響終於在8月21號在花蓮港2-1號倉庫開幕亮相 由花蓮縣其實協會規劃了10個展區 展授各類的實意、雕刻還有石畫等 期盼未來可以成為港區觀光新亮點 花蓮縣其實協會5月初簽約進駐台開公司 向花蓮港物分公司陳出的2-1號倉庫 在占地230坪的室內挑高倉庫裡 資資約30多萬元規劃10個展區、大型展示架和看板等 打造堪稱花蓮首作及文化、藝術和教育與一生的在地美食推廣中心 因為疫情影響終於在8月21日開幕亮相 石油如果沒有商業化的流動 實際上它就很難發展更多的民眾接觸 所以我才設立這個點 那我們這個點原來上設計了很多展櫃 這個展櫃以後就是要提供給石油 我們一季換一次 每個石油你可以來說我一季我要放在這裡季賣 讓民眾來參觀 我們旁邊有一些固定的展示的隔間攤位 就是屬於固定式的 那我們也要求每一季你的石頭就要做一個替換 那我們以後希望說配合民眾的運作 因為花蓮實際上 你會發現常常說花蓮晚上好無聊 除了東大門夜市不知道去哪裡 那我也希望說其實我們能透過這個展示中心以後晚上可以到9點10點 那讓外地的觀光客來了解好山好水 也可以了解在地文化的一個提升 除了可以滿足自己的視覺文化之外 也可以用很親民的價格 重點是我們這邊要求所有會員的石頭 都要誠實的標示產地還有品種 那有沒有做手有沒有人工加工 都要寫人確實我們都不排斥 可是讓客戶可以很實在很放心買單 因為我們這邊也有 我們賣場展示中心出去的東西都會符合消保法的規定 實際上你不滿意 實際上在期限之間都可以退的 我們都學會資金都會壓著等 過退貨期我們才會撥給各個收藏者 所以我希望目的在這邊 就是說我們希望有一個常態性 讓民眾來了解花蓮好山好水好實在 理事長黃中貞表示 目前已有會員常態進駐 展授各類雅石、玉石等作品 每季都將推成初心 帶來五花八門的其實作品供民眾參觀欣賞 預計將積極合旅數、觀光、賞金等業者接洽 並且和學校推廣礦石教育 讓花蓮成為名副其實 好山好水好實在的港區觀光亮點 記著蔣邦彦華蓮師報導